字幕提供 那楊老師 聽說有人上班用VPN然後被file掉 因為大家都知道之前疫情期間 都要遠端操作 遠端網課遠端在家上班 對 有的科技公司都想到 那你就用我公司指定的VPN 你來上網 我就知道你在家裡上班專不專心的 那很多人以為 那我上班的時候摸個魚 炒個股票 買進買出 不是很正常嗎 結果就有七個人被台積電抓到了 用台積電的VPN 對 他以為台積電不會看 結果真的有人看 那七個人就被開除了 找到公司的偷懶太群之馬 所以要小心 這個VPN 可以用應用這種在家的技術 就監控你在家裡都在幹嘛 你有沒有在家裡怪怪的上班 所以這很多電子公司 現在都有用這一套東西 讓一些確診的人 遠端工作的時候 我就可以知道你專不專心的 但是楊老師 對 那中國以前對台灣做這些 所謂的網路攻擊 就是透過政府的網站 對 但他們現在都往VPN的方向走 對 其實這樣蠻多 像中國的APP 台灣都有在用 像譬如說最常見的抖音 懂車弟 對啊 其實中國很多東西 其實他們都有類似這樣子的後台監控 對 去收集我們的閱讀習慣 我們的愛好 還是誰在看 大家對什麼 什麼樣的標題 什麼樣的新聞 會看比較久的時間 所以他們其實在資訊站方面 做得蠻徹底的 那我們台灣現在 蠻多年輕人都已經很習慣用什麼 小紅書啊 用抖音啊 其實這跟VPN是 概念是一樣的 你用了他的東西 你的資料就被他收集 並不是說你用了VPN你就完全引力起來 VPN的廠商還是會知道你做了什麼 你的流量是什麼 甚至國外有發生過那個VPN公司 把你的數據 再賣給廣告公司 是 再賺一筆 所以你就會越來越多的假消息 像之前就有發現那種疫情啊 拿那個什麼 什麼電影裡面僵屍那種死一片的照片 說是台灣的疫情狀況這樣子 有沒有 對其實像這種狀況這種滲透會越來越多 所以民眾的這種 資安的意識啊 還有這種資訊啊 不要只看標題啦 這個還是蠻重要 李姊 我們換個角度才了解這個問題 那如果在台灣做認知作戰 能抓他嗎 或者說我們能檢舉他嗎 大概就是假消息啦 就是這個大概假消息 因為我們雖然沒有一個明確的告訴你說 假消息就夠了 但它就是散播在各個地方 比如說你今天假消息是為了要販售商品 那可能詐欺 為了影響選舉可能就違反相關的選拔法 大概就是看你 你今天發這個假消息目的是什麼 或是說違反什麼 我們有什麼工商相關一些法規 那大概都是看個別的 個別的法律 那比如說像我們剛才講的那個 在疫情的時候 因為那張圖我看過 它就是一個體育場 然後堆滿了屍體 然後就是說 這個彎彎已經出事了 就講台灣嘛 然後因為那個 以台灣人一看會覺得好笑是因為 第一台灣新聞真的太自由了 這個消息 整個體育場堆滿了屍體 這個在台灣蓋不住 然後第二個它用的是簡體字 那如果有人去轉發這樣子的照片 或者是有人做出這樣子的照片 那這有罪嗎 我覺得還是要看 假設說你今天做得真的是很真 讓大家 你不要做得那麼了笑 做得很真 真的會讓我們一般人會害怕的 那個可能我們就 我們現在有個叫恐嚇公眾 我不是真恐嚇特定人 但是你讓整個社會 弥漫這種恐懼的氛圍的時候 這還是會有可能 好那理解 我們再講一個 就前兩天發生的事情 好就是我一個朋友 我一個朋友 他就在網路上結了一張圖 然後那張圖也是簡體字 但是就是用那個東興大樓 當年九二一大地震的時候 東興大樓找他的照片 然後上面配文就配什麼 解放軍已經發動攻擊了 這個消息現在全面封鎖什麼的 然後當然我們台灣人 一看就是假的嘛 一看就是假的嘛 那我就覺得好玩 我就想把它截圖下來 然後就轉播到我的網路上 但是我知道它是假的 OK 那我也相信我的粉絲 我的聯友上面 他們也都知道這是假的 但是我這樣會不小心處罰嗎 我覺得剛剛講嘛 一樣像看你的目的是什麼 好玩 好 但就是諷刺 一般人 就是你腦子在想什麼 沒人知道 但就是用一些客觀證據 情況證據去推 你腦子在想什麼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這個脈絡上 我們認為比如說是在一個選舉的脈絡 今天在某一個造勢場合 然後或者說一個選舉的脈絡下面 你PO了這個東西 然後下面你講了就講說 啊這個什麼什麼支持特定候選人啊 這個台灣可能狀況就變這樣啊 就是你如果今天是看起來 就是有一個選舉目的 那可能就是我剛剛講 就可能會違反一些相關的選舉 你散播假訊息影響選舉 你有企圖有異 其實重點還是你PO這個的目的 到底是什麼啦 如果說我今天純粹搞笑 純粹搞笑大概比較不會說 你說會一定要構成什麼犯罪 大概還是要看你的 誰受害嘛 誰受害很重要 OK 那我們來問一下年輕朋友 你有沒有在瀏覽網站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自己被認知作戰 有 怎麼樣怎麼樣你覺得自己被認知作戰 因為像很久很久以前 我們通常在滑FB的時候 那滑FB的時候 他就會忽然跳出說 可能某個候選人他做過什麼政績 然後就哇一排都說 他去扶住菜農 然後他去種菜 然後跟 然後五歲的時候就會扶老太太過馬路 對 然後老太太不過馬路 他就硬推他過馬路 然後三歲的時候就會游泳 然後上天打飛機這樣子 那有時候我們在進行這種 年輕人其實對這種東西很敏感 我們一旦看到的時候 我們就會覺得是說 是不是有著我們看不到的手 然後慢慢的透過網路的方式 然後漸漸的滲透到我們的行為 漸漸滲透到我們的生活這樣子 所以你覺得這個情況現在你覺得嚴重嗎 我覺得很嚴重 特別是在現在的台灣 像呂杰老師剛剛所講 台灣是一個非常開放 非常媒體自由的地方 所以各式各樣的信息 又信息爆炸 那他無時無刻其實不論是在網路上也好 生活中我們的朋友看到 他也會跟我們說 所以對年輕人而言來說 我們幾乎是每天或時時刻 都會接受到這樣子的滲透的行為 那你有沒有身邊的朋友 就是很明顯的被網路愚弄了 來跟你講一些你覺得扯到不行的假消息 像之前他們就會說 像剛剛呂杰老師講那個 好像對面打過來這種對不對 他就說對面是要打過來了 我們是現在是要被抓去當兵了 他們就會很緊張 他們是什麼 他們是真的相信 他們是真的相信 他們會來問說 是不是真的局勢緊張了 像現在我們國際戰爭不是有很多嗎 那他們就會開始在擔心說 我們彼此之間的未來 那我們要換一個很客觀的角度去思考 說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很難了 因為這種東西它已經 已經滲透到一個很深很深的程度了 所以對於年輕人來說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社會議題 其實因為我在網路上的時間並不多 那我也沒有什麼翻牆或者是要換IP的需求 所以以前我對VPN這件事情並沒有很了解 那當然在前陣子有廠商來找我 也就是傳說中的業配 再加上最近所謂的林北好友的事件 大家突然把焦點關注到VPN上面 你知道以前我們都大概看到所謂的新聞報紙媒體 大概都在寫什麼NFT 比特幣 那最近翻來翻去都是VPN 在我讀大學的時代那是一個BBS的時代 現在BBS大概倒到剩下所謂台大的PTT 但是以前有很多的BBS 而在BBS的時代 最出名有一個匿名版叫做幹板 你在上面你可以發現你的很多情緒 甚至有些人到最後玩到最後是無地放食 甚至所謂的流言謠言的狀況 那流言跟謠言不是現在才有 古代也有 以前的俗稱叫做財企爾夫人 下面譯書 蔡奇阿胡云 就是民間的俄語 在戰爭上其實也曾經遇過 在當時的肥水之戰的時候 千金附近帶著80萬大軍 就敗在哪裡就敗在謠言